嘿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六 今天整個人我在IG上面發起一個活動 就是收集各種大家對於德州撲克想要知道 或是想要詢問的問題後 我做出了這兩支影片分別回答 像是各種關於撲克強不強的問題 以及何謂在撲克上取得成功的 這些大家比較常問的幾個主題 那今天這部影片我要來回覆算是 最多人問我的撲克問題裡面的第一名 那就是如何在撲克上取得成功 其實這個主題算是一個統整 因為很多人思訊我的問題 都是圍繞著這個核心出發的 那許多的問題小至一手牌怎麼打 怎麼讓撲克進步 大致如何靠撲克賺錢 要怎麼樣才能夠變成盈利玩家 或是我到底是如何成為撲克上的長期贏家等 這些問題不外乎就是想要知道 到底如何在撲克下面取得成功 至於什麼叫做在撲克下面取得成功的定義是什麼 我帶來這部影片的最後有跟大家分享過我的看法 如果還沒有看過的朋友 可以訂閱以上方的資訊卡連結觀看 但今天這部影片我會站在普羅大眾的角度 對於何謂在撲克上面獲得成功的觀點著手 那我想大部分的人對於在撲克上面成功的定義 不外乎就是出得了成績以及賺得到錢對吧 那我在過去三年裡面的成績還算不錯 不論是在亞洲還是歐美 線上還是線下的大型賽事 基本上最著名的或是最大的那幾個系列賽 像是亞洲的紅龍盃啊 APPT或是美國WSOP等 我都有進入到決賽桌甚至贏過冠軍的紀錄 我想大部分有follow過我一陣子的觀眾也應該都知道 那至於我光靠打撲克贏得的收入 也就是標題封面提到了那兩千多萬台幣的淨利 這個數字來源可能新的觀眾比較不清楚 所以我就先花時間來說明一下 其實我在兩年前宣布我從全職的職業撲克玩家退役的時候 有拍過一部影片回覆大家非常好奇的問題 那就是我在三年左右的職業撲克玩家生涯中 光靠打牌到底竟賺了多少錢 那當時影片計算完大概是1400到1600萬台幣 那因為我們打牌本來就有很多不同的貨幣匹別 而不同的時間也都會有所謂的匯率波動 所以接下來我所有的數字都會先以美元當作計算單位 那當時計算我的職業撲克玩家生涯的 進收入換算成美元就大概是在50萬左右 但在拍攝樂部影片之後呢 我在2020年底又贏了當時全世界最大的線上撲克賽事 Pokestars的WCOOP賽事五的冠軍 大概七萬六千多美元吧 以及WPT線上賽的第五名之後 我也贏了一些小型賽事的冠軍 所以在那部影片過後的整個2020年尾 我打牌的進行收入增加了大約十多萬 不過後來2021年上半年 我當時幾乎都在籌備著創業的東西 完全沒有打牌 甚至我本來也沒有想要再繼續經營這個撲克頻道了 但到了四五月台灣疫情大爆發 導致整個事業計劃停滯之後 六月中我去了美國旅遊散心 順便打打很久沒有打的撲克 那大概是太久沒有打牌 以及美國的撲克風氣真的很盛行 環境也很好的渲染之下 讓我重新燃起了對撲克的興趣跟熱情 所以在去年8月回到台灣後 9月的時候我就下定決心要再去一次美國 參加WSOP挑戰一下自我 並且把整個參賽的過程記錄下來做成影片 好好的經營我的YouTube頻道 把這個也當做成是我一份事業 而最後在美國前前後後總計打了三個月的錦標賽的日子中 我一共打進了20場前圈 其中包含了WSOP世界撲克大賽5000美元買入的六人桌 我取得了第四名獲得了大約162000在內的成績 累積整個年度的積分也讓我贏得了去年GPI台灣排名第一的成績之外 我2021年也再收獲了大約十多萬的收入 所以在退役後的過去兩年 我加起來總共贏了大約23、24萬的盡力吧 那今年坦白說 因為很多個人因素跟想法的關係 讓我暫時想要遠離撲克 想要打一點牌 也把撲克在我生活中的比例降低了不少 那這些原因有部分我之前有PO在我的IG跟我的FB粉專 剩下的心得跟想法 我之後有機會再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最近嚴格來說到現在11月為止 我只打了WSOP跟剛結束的EPT倫敦展 而也都只挑比較想打的重點賽是打而已 雖然這兩戰都是虧損的 前者是負3萬多 後者則是負2萬多塊3萬 加起來大約虧損6、7萬 但因為前任者N8有贊助我WSOP線上賽的票 所以今年唯一打的線上撲克賽 剛好獲利1萬多美元 扣除掉這個部分的話 我今年統計到現在大約是虧損5、6萬美元左右 所以總計一下我在2020年推移後的獲利大概是17萬多美元 再加上一開始職業生涯的50萬美元 因此我光靠打撲克的生涯技術獲利總計大概是67萬多美元 當然之前美元有低到跌破28過 最近又有漲到接近32.4 我取一個常年歷史的平均值大概在30點多的話 換算下來大概就是2000多萬台幣 其實2000多萬台幣放到美國的話 這個數字還真的不多 因為美國的整個收入跟消費水準 本來中間台灣不是同一個級別的 你在相同水平下能夠打得級別大小 能夠賺到的錢差距也非常的大 但以台灣過去這種並不健全的撲克環境 以及我大部分的獲利都來自於開放式的平台與賽事的話 那2000多萬好像說少也不少 不過今天這部影片的重點 並不是在討論這2000多萬台幣上面 因為我身邊認識的朋友裡面 跟我年紀差不多白手起家 而且做正當生意 賺超過這個數字的人 就已經數不出來到底有多少人了 我剛剛隨便想一想 應該就至少有好幾十個了 甚至我也可以很老實的跟大家說 我打撲克賺到的錢其實佔我生涯總收入的一半都不到 但撲克他確實改變了我的人生 撲克是我這幾年能夠翻轉的起點 他改變了幾年前一無是處 像個廢物的我 他讓我還清了我年少無知所欠下的債務 獲得了重生 他讓我在自卑無力的時候 向所有人證明了我的本事 他讓我賺進我人生的第一個1000萬 讓我有本金做更多的事業投資 賺更多的錢 更重要的是 他教會我的經驗跟道理 讓我在後來做很多的事業 包含經營這個YouTube頻道 我的成功機率都大幅的提升 讓我對於我自己的信心來源 不是沉溺在過去的成績 跟我到底賺了多少錢 而是真真切切的知道我跟別人相比 我的優勢是什麼 我為什麼能夠獲得跟擁有的 比大部分的人還要多 而這集中我認為有三個重點 是讓我在撲克上 或是未來更多的事情上 更容易成功的關鍵 那我現在就來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讓我在撲克上 取得成功的關鍵 就是重視細節跟累積的力量 為什麼大部分的人 在撲克上總是失敗 因為他們不明白 撲克是個EV的遊戲 EV的概念就是一個需要長時間 大量樣本累積下來的平均值 什麼意思 你長期下來的撲克成績 就是你每一個Session 或是每一個比賽慢慢累積起來的 你每一個Session 每一場比賽 就是由你打的每一手牌 所累積起來的 而你的每一手牌 就是由你每一條街的動作 所累積起來的 而撲克每一個動作的品質 都是取決於你對於撲克的理解 與細節的處理所決定的 因此 如果你相信科學 相信數學 能夠理解撲克是個EV的遊戲的話 你現在對於撲克的理解有多少 如何去處理你所面對的每一手牌 就決定你長期下來 期望之上 到底能夠靠撲克賺多少錢 但大部分打撲克的人 都不能夠理解這一點 關於細節跟累積這部分 我先來講到細節好了 像是我常收到很多朋友私訊我 問我關於撲克的問題 老實說啦 都是完全一點意義都沒有我的問題 譬如說 小六這把牌我拿著AK 翻牌中了一個K 然後我打 對方跟 轉牌我再打 結果對方ALL IN 我能不能接 遇到這種問題 其實我一律都會回答說 我不知道 因為我做決策的考量 會考慮到這是什麼遊戲 現金桌還是錦標賽 線上還是線下 幾人桌 籌碼深度是多少 每個人的位置在哪裡 完整的動作線流程是什麼 實際的差數尺寸是多少 你跟對手有沒有任何的交手歷史紀錄 還有整個排面結構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什麼叫做中了一張K 你們應該知道KQJ跟K齊爾是完全不同的 都中了一張K 但是這兩個排面當然完全不同之外 幾張畫的影響也都超級大的 即使上面是三個花色都不相同 你知道嗎 在我眼中 哪一張是什麼花色 還有你的AK 到底是什麼花色 每一個環節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都影響著我這手牌到底該怎麼做決定 那你可能會問說 差一個花色或是差一個位置 有差這麼多嗎 事實上撲克就是差這麼多 你能夠成為贏家還是輸家 往往都是幾個細節所決定的 更不用說我剛講的那些要素 只是撲克的基礎 基本中的基本 不過關於這些細節影響成敗的撲克深度內容 我就在這邊先不繼續講了 因為我其實以前有拍過兩部 關於我對於手牌的思考策略是什麼 以及分享大部分盈利的職業玩家 是如何去思考一手牌決並做決定的 那有些人的朋友可以點選右上方的連結觀看 那個時候這兩部影片的內容 我當時真的花了不少的時間跟心力來製作 雖然很多有在打牌的朋友 都對這兩部影片有很好的回想跟反饋 但可能是真正有在深入研究撲克的朋友並不多 這兩部影片的流量 在當時只有其他實戰影片的20%左右而已吧 所以我想大家還是比較喜歡看手牌實戰的影片 當作娛樂為主 因此我之後也比較少製作這類型的影片了 那之後這些比較深入的撲克內容 我應該會統一放在明年初準備要推出的課程之中 而如果是真正對撲克有深度興趣想要好好學習的朋友可以購買 那這邊我就不先繼續提太多撲克上面的細節了 那接下來我要說到的就是長期的累積 我又要再說一次 大部分的人打撲克總是把EV固在嘴邊 但他們真的不明白撲克的成績是好是壞 就是你長期累積大量樣本下來的結果 這代表什麼 而這就代表撲克這個看似是個投機或是運氣的遊戲 但實際上它是一個非常一步一腳印的遊戲 那這也是為什麼長期下來大部分打撲克的人很難是個贏家 因為最大的原因其實就是沒有人想要慢慢的變強 沒有人在乎累積的力量 大部分人只是想要追求速成 總覺得只要學會某一套打法 就可以跟打通任督二脈一樣開始贏錢 而我再說一次撲克就是沒有這樣的一個東西 然後也拜託不要再跟我說什麼GTO了 大部分的人都超級誤解GTO 我以前影片就已經解釋過了 那這邊就不再繼續說明了 更誇張的其實是還有一些人也不求進步 總覺得自己只是運氣不好 甚至根本不認為撲克是需要學習的 而是每天都在做著白人夢幻想自己有一天可以來考一發大發的 我先說啦 凡事當然都有可能 就跟你去路邊買一張樂透 也有可能中頭獎一樣 但你們真的認為這是實際的嗎 而任何一件需要長期累積的事情 就真的不是能夠速成的呀 我舉個例子好了 之前有朋友留言說 看我今年的體態 好像比以前還要好很多 那是因為我今年30歲了 我認為提早注重身體健康這件事情 在我人生的順位中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這半年以來 我慢慢的開始培養了運動的習慣 也慢慢的學習怎麼樣避免一些對身體有害的飲食習慣 而我想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不是一蹴可乘的 你不會因為一天瘋狂的運動 或是吃的很營養 隔天就馬上變瘦變壯增肌減脂 也不會因為你今天少練一天或是多亂吃一點 隔天馬上就爆肥十幾公斤對吧 這一切都是需要經過累積的 你一個禮拜多運動個幾天 少吃一點不該吃的食物 過幾個月甚至幾年之後 你是會看到成效的 而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也都會同意這個觀點 但很多人都不明白 其實撲克也是一樣的 只是因為撲克有數學上的波動 會讓你因為短期的結果而迷失正確的方向 但你絕對要記住且清楚的明白 撲克這個遊戲的本質 跟長期下來你期望值會有的成績 就是你長時間慢慢累積大量樣本數的最終結果 而當然啦世界上可能有一些事情是可以速成的 但撲克就真的不是啊 或者是撲克有什麼速成的方法也說不定 但我不知道 因為這就不是我在撲克下面成功的方式 或許你會說有些人打撲克強行下來就是運氣特好 但統計學上本來就是會有極端的例子 就是大家都知道說買彩券的期望值是富的 但總會有人這種樂透投彩一樣 不過你總不會每天期待這件事情發生在你的身上吧 其實跟大家老實說 我以前就是個隨性不夠重視細節的人 我想說這手牌我就算多研究一些細節 EV上多贏那麼一點到底要幹嘛 反正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夠實現我這些期望值啊 你看我這把牌不管是贏多贏少 後來還不是撞牌或者是跑馬又跑速之類的 但當我慢慢的理解到 不停的抱怨著我沒辦法控制的事情是最沒用的時候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能夠控制能決定的一切做到更好 我這邊比別人多拿一點價值 那邊的細節比別人處理的更好一點 我只要每個地方再多用心一點點 不停的持續進步下去 哇不知不覺中可能才過個一年半再拔 我的撲克實力跟水平 其實已經超越大部分台灣的職業博恩家了 而我也是在了解到重視細節跟累積的力量後 我的撲克生涯才開始完全的逆轉 好啦接下來我要分享第二個 我是如何在撲克上取得成功的關鍵 那就是減法的力量 這跟加法同樣重要 而這邊我指的減法是指去除負面的心態跟習慣 而其實這對你撲克成敗的影響 跟你不停的學習更多 進步了多少變得多厲害 是同等重要的 而這算是我上一部影片內容的延伸 不過我還是完整的再跟大家分享一次好了 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好了 就是你們可能不知道 其實我不是一個頭腦很好的人 社會大眾會認為的聰明 跟我是完全沾不上邊的 因為我從小 數理相關的科目就特別差 甚至可以用爛來形容 當其他的同學都已經能夠應用核心觀念 可以舉一反三的時候 我連基本題都不知道要怎麼解 老師講了好幾次公式怎麼來的 我都還是聽不懂到底為什麼是這樣子 我的邏輯跟理解能力永遠慢別人半排 甚至到我以前被退學 準備重考大學很認真念書 是我花最多時間的科目就是數學 我原本想說情能捕捉 所以每天我都花三個小時 練習很多人都認為簡單到不行的文組數學 我算了好幾個月 但我考出來的成績還是跟大便一樣 那個數學成績爛到 如果我數學考個好一點的分數的話 基本上全台灣文組的大學科系 就任我隨便填隨便念了的概念 但我就真的沒辦法 我的頭腦就是沒辦法轉過來 不過這其實也讓我清楚的理解到 我數理的邏輯跟理解能力是真的很差 雖然我高中是念十大附中 跟我大學是念政治大學都算是不錯的學校 但這都只是因為我文科很好 特別是歷史跟地理這些科目 因為我以前其實記憶力還不錯 反正背的東西就真的是情能捕捉 你願意比別人多花一點時間 高中課本多念幾遍 參考書多寫幾套 題目多寫幾次 就真的會記起來的 我會說這些原因是因為我想要讓大家知道 其實我對撲克的理解能力也不是特別的好 我大概是傻傻的打了一兩百萬手牌之後 才稍微有一點了解 撲克是什麼 開始知道什麼叫做範圍 什麼叫做頻率 什麼叫做EV跟策略 但你們到同世界的其他人 可能都已經不知道出多少成績 贏多少錢了 講難聽一點 就是我真的沒有什麼打撲克的天分 所以從以前到現在 撲克圈每一年都會出現不少 比我有天分 比我強 比我厲害 很優秀的玩家出現 他們可能一下子就可以從很低的級別 打到比我高的級別 或者是在短時間內出比我更多更要遠的成績 那以前我總會覺得為什麼這樣子 為什麼他們可以進步的這麼快 而我卻在原地打轉 這種感覺就好像是當初念書 那些同學都跟我說 哇文族的數學這麼簡單 不就觀念通了懂了 就什麼都會了嗎 為什麼我每天花三個小時 努力的算數學 重點是我最後的成績還是跟死一樣 但我跟大家說 這真的沒關係 我可能不夠聰明 智商也沒有比別人高 但我完全不認為我的人生 就會因此注定不如別人 撲克也是一樣 天分絕對不是最重要的 因為常一下來我發現 在撲克這條路上 當初那些比我有天分 比我強 比有優秀的玩家 攤開總體成績 比我還要好 或是賺的錢 比我多的人 竟然沒有幾個 你去探究這個原因 其實就是我剛剛一直在講的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不明白 撲克是個EV的遊戲 而你的EV就是靠長期累積下來的 那影響這些長期累積的過程 因素有很多 但大部分的人都只看得到 當下的撲克實力水平的高低 而我認為更重要的卻是 你的心態 因為撲克實力的強弱 都是可以靠學習跟練習補上的 我先說 如果你撲克是想要打到登峰造極的話 好 那我承認這絕對需要甜分 但如果你要的只是靠撲克賺到錢 然後改變你的生活 我認為這根本就不太需要太多的甜分 反而更需要的真的是你的心態 跟精神層面的強弱 我之前那部影片就有提過了 精神力跟心態 就是我認為我撲克之所以強過別人的地方 除了不論打的金額大小 我的心態都不會有太多的改變 即使是美光燈聚集一下的賽事環境 也不會對我的策略指引上造成太多的影響之外 其中自我的控制能力 是我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核心重點 也是我認為攸關一位撲克玩家生涯的成敗 因為當大家都在追求如何變得更強更厲害更進步 也就是所謂的加法的時候 很多人都忽略了減法的重要性 那就是擺脫負面的心態與不好的習慣 我再說一次 要在撲克下面取得成功 我認為加法跟減法這兩者是同等重要的 而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某A玩家的撲克天分跟實力 都比我還要好比我還要強 但他可能會因為連續被baby好幾把 就on了上頭了 那情緒來了之後 他就開始亂打亂送 等他輸完了才回神過來 發現自己不知道在幹嘛 雖然我沒有某A有天分也沒有他厲害 但老實說 我前一次因為情緒on了 上頭了 而亂打牌是什麼時候 我還真的想不太到了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某A用硬實力引來的錢 卻因為情緒問題而送了回去 而我硬實力雖然沒那麼強 引來的錢可能當下也沒有某A多 但我只要不會因為情緒問題而送回去 長期下來我就是能夠比某A還要賺到更多的錢 又或者是說某B玩家短時間內可能出了很多的成績 賺了很多的錢 也真的比我還要厲害 比我還要強 但他的資金控管能力如果有問題的話 像他輸了就會想要打大的凹回來 或是上風琴來了 就大頭震 覺得自己超級厲害 而莫名的坐在他不應該打的遊戲級別上面 最後導致了他的破產 然後消失的無影無蹤 甚至是走上不正確的道路 當然某A跟某B他們肯定都會覺得我的實力比他們差 憑什麼最後出成績賺到錢的人是我 然後覺得他們的運氣很差 然後認為我實力其實是不如人的 完全都是因為運氣好 但這真的無所謂 因為我的目標就是要在鋪圖上面取得成功 我沒有天分的話我就找方法對吧 其實我的過去也跟大部分人一樣 以前我也會安 也會亂跳急 也會想凹 也會有很多不好的心態跟壞習慣 但是我願意去改 因為我知道我掐法都已經比不過別人了 我減法就一定得贏過別人 要是我連控制自己這件事情都做不到 那我這輩子真的注定當個廢物了 更何況減法的力量不只在Proof上面 在人生上面也是相同重要的 而你們要知道我選擇走到這條路 一路上會遇到很多的誘惑 因為我生存的環境 譬如說就是賭場 這時候可能就會遇到很多想要賺壞錢的人 那也經常會有很多的機會 接觸到什麼 黃賭毒 當然以黃賭毒來說 我是很少看到有人因為黃 而弄到家破人亡的 這個例子是真的不多 但是賭跟毒就真的太毒了 尤其我這幾年認識的人更多 看過的事情更多之後 我對於賭博這件事情又有更可怕的感受了 比我以前拍這部影片的時候 那些感受又更加的深刻 你們很多人可能沒有看過賭博成衣的人 那種賭性起來的樣子 有多麼的可怕 真的是完全失去理智的 任何話任何事情都做得出來 只是為了能夠再拿到錢再賭一把 你要他做出泯滅人性的事情也沒有問題 我真心認為賭博真的比吸毒還要容易搞到家破人亡 當然吸毒的人也是蠻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那種溫水煮青蛙的不自知 他的精神狀態已經悄悄的改變 生活慢慢的走向極端的情況卻完全不知道 而藥物濫用在這種子最精明的世界裡面 是比你們想像中的還要氾濫的 你們知道有多少的撲克玩家 葬送在賭博跟吸毒上面嗎 一個人再怎麼厲害再怎麼會賺錢 只要染上賭博或吸毒的惡邪 你再怎麼樣瘋狂的人生 都還是會被葬送掉了 我可能沒有別人那麼厲害那麼會賺錢 但是我只要遠離這些會讓我人生爆炸的因素 那我會失敗的機率就會低很多 但我認為其實這些事情最可怕的都是 這些壞習慣都是在不知不覺之中養成的 所以認識我的朋友其實都知道 我自從那部影片提到我年輕時 沉迷賭博學到教訓後 我就不賭博了之外 我不只不吸毒 我是連煙都不抽了 對我以前抽煙抽了大概十多年吧 一天最少都抽一到兩包之外 我也會抽各種像是電子煙跟夾熱煙 那我是從去年中開始戒煙的 到現在戒了大概快五百天了吧 而且當初我戒煙的時候 還有很強的尼古丁戒斷症狀 但這五百天以來 別說一般的止煙了 我是連一口電子煙跟加熱煙都完全沒有抽過的 我想這件事希望大家能夠知道 控制自己這件事情是可以經過訓練的 這對於撲克上的心態面是很重要的 不論是建立起強壯的精神力之外 也是鍍絕掉會讓自己步向失敗因子的壞習慣 而習慣這件事情不只對撲克 對於整個人生造成的影響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包括你打牌的情緒控制跟對於資金的管理跟形態 我認為都是一種習慣 這些也都是可以經過學習來養成或是戒除掉的 那到底要如何培養好的習慣或是戒除掉不好的壞習慣呢 我覺得這部分很看每個人的大腦極致是怎麼樣運作的 有些你的朋友可以看一下這本書叫做原子習慣 我先說這絕對不是業配 只是因為我曾經利用過這本書裡面的一些方法 找尋到一些適合我的方式來養成跟戒除掉一些習慣 譬如說我會把很多的習慣捆綁在一起 變成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像是我今年除了想要養成運動的習慣之外 我也覺得自己好久沒有看書了 也想要養成看書的習慣 但我突然發現有一個東西叫做有聲書 所以當大家在聽音樂的時候 我就會一邊運動一邊聽電子有聲書 一開始我會使用一些獎勵機制來建立起整個系統 但久而久之變成習慣之後 只要我有時候懶得不想運動 不只獎勵機制沒了 也會讓我感覺自己能看書充電的時間被抹煞了 就會越覺得我不能不去運動 因為這些習慣帶來的好處一次少太多 真的太不划算了 然後我也會告訴自己戒嚴的好處 像是我一開始有氧跑步可能跑個十分鐘就累了吧 但我現在慢慢的進步到可能半個多小時跑個五六公里都沒有問題 雖然我不知道戒嚴跟這到底有沒有什麼實質的關係 但我都會告訴我弟的大腦 把這些成就感都歸屬到我戒嚴這件事情上面 這樣我就會覺得戒除這些壞習慣是好的 然後過了一段時間回頭檢視 我發現這一連串的習慣改變 我是可以直接看到我人生上面的正面收益 也感受到不少好處的 而像是我雖然飲食並沒有特別的控制跟調整 但我的肌肉量也提升了不少 而體脂肪也降了4%左右 這不只讓我整體的體態有所改善 我的體力跟精神也變得更好之外 在過去這五個月當中我也不知不覺的 聽完了五本書 那這些書籍帶來的知識與經驗跟思維 也讓我的整體認知有所提升 不過這種綑綁式的連動型習慣養成 是我個人所使用的方法 不見得適合每一個人 我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適合的模式 但是你要自己去找尋自己去研究就是了 但至於撲克上整體到底要怎麼樣學習 然後有哪些習慣是必須養成的呢 因為這個部分的內容實在太多了 我會在之後關於如何學習撲克相關的影片裡面 再跟大家做更完整的分享 好那第三點我如何在撲克上取得成功的關鍵 則是我一直都在講的 不要去在意你無法控制跟改變的事情 包含短期內別人怎麼看你的眼光 那這一點也是我在之前這部影片裡面 有跟大家做過的心得分享 因為很多的人包含以前的我也是一樣 都會去在意那些自己沒有辦法控制或改變的事情 然後讓這些事情影響了我的心情跟狀態 而不是把這些時間跟盡力去改善那些 我能決定跟改變的事情裡面 不管你認為天分運氣跟努力的比例 是7比3還是3比7還是各占多少 前者你就是沒辦法改變啊 但你可以改變後者 我跟你們說就算是9比1也沒關係 因為就像我前輩說的 你要成為世界頂尖的撲克玩家 這可能就需要天分需要機運 只有努力確實是做不到的 但如果你只是想要靠撲克賺錢 改變你的生活的話 以我看來啦 幾乎大部分的人 只要你願意發揮到你人生的最大值 都是可以靠努力去做到的 但是大部分的人在努力的面前 都還不用談到天分跟機運 這真的是我的真心話 另外那部影片裡面其實我也有提到 太多人因為在意別人的眼光 怕出糗怕丟臉怕被別人講怕被別人笑 而阻礙了自己撲克甚至是人生的進步 但我也必須說我過去也確實在意別人怎麼看我 特別是我越弱的時候 就越會越在意別人的眼光 這不論是在撲克或是做這整個撲克頻道上面 其實都是一樣的概念跟邏輯 只是當時我已經爛到骨子裡了 知道自己沒啥救 所以只好破釜成舟 好好的只在意自己的成長跟進步 但你們要知道多數的情況下 你在對方的眼中真的沒有那麼重要 所以當下別人怎麼看你也真的沒有很重要 有時候除了是你自己想太多之外 很多的眼光跟看法真的也都只是一時性短暫的 而你只要堅持的往對的方向前進 不停的進步 就算你的過程醜一點其實也無所謂 因為你聯繫下來的實力跟長期的成績跟結果 才是大部分的人真正對你的評價 而不是我一手牌打得怎麼樣啊 我一小段時間裡面的成績怎麼樣 或是我一部影片的流量怎麼樣 被多少人噴之類的 因為現在其實現在我影片下面的留言區 大部分噴我的我看了都蠻無感的 甚至有時候我都還會拿來當作茶餘飯後 可以跟大家開玩笑的梗 因為任何跟撲克有關各種教我怎麼打牌的鍵盤撲克手們 99.9%留言的酸民成績肯定沒有我好 也不會贏得比我多之外 更重要的是他們對撲克的理解 也絕對不會比我還要神 那如果還要講到關於製作撲克影片的內容 光講我對這一塊的努力跟付出 我敢說我現在絕對是台灣第一 這絕對不是我鋼鼻自用或是我盲目的自信 也並不是說這些自信是來自於我的成績還是流量而已 而是當你真真切切的投入在一個領域裡面 不停的學習不停的思考 不停的努力追求進步 當你懂得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就慢慢具備判斷的能力 知道什麼樣的意見是可以參考的 什麼樣是完全不用理他的 同時當你列到的越多 你就會慢慢的找到那條相對正確的方法跟道路 而不會被一般人的三言兩語而左右了 但這部分要講的內容也真的太多了 我就有機會在專門做影片跟大家討論 以及分享這個主題好了 很抱歉今天挖了這麼多的坑 但我影片的篇幅真的有限 因為不知不覺我又講了半個多小時 其實我知道很多人來我這邊 是想要看手牌的影片當作娛樂 或是只是想要看打牌的內容看爽的 我也知道說其實做這類型的影片 流量絕對不會好 但為什麼我還是做了這部影片呢 因為我老實說看我的手牌影片 其實並不會讓你因此而戰身撲克 但這部影片有可能會讓某些朋友 在撲克上甚至是人身上能夠有所進步 而因為我的那些撲克實戰的手牌影片 很多為了讓大部分的觀眾都能夠理解 我本來就會去掉很多太深入的撲克內容 以及一些雖然很重要 但完全沒有觀賞性的細節之外 更重要的是 我真的就是靠剛剛的幾點 改變我的人生的 其實過去的我也跟很多人一樣 看了無數的撲克教材 撲克影片 研究數據資料庫要怎麼分析 使用了各種軟體輔助我學習 也花了錢買課程買教練 但這一切都只能讓我成為一位 餓不死的撲克玩家而已 真的是一直到我經歷的上面 這三個關鍵的重點 慢慢的去理解並且改進之後 我的撲克生涯才整個大躍進了 不論是我的成績收入還是生活各方面 都真的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所以這些經驗我是真的很想要分享給大家 希望能夠幫助到一些跟我一樣 在這條路上起起伏伏 卻找不到方向的朋友 當然我知道很多收看這部影片的觀眾 可能平常是完全不打撲克的 但也非常感謝你們能夠看到最後 不論你們來看我影片的目的是什麼 我都希望我在這部影片所分享的一切經驗 裡面能夠有一部分是能夠幫助到你們的 好,那以上就是影片的內容 我是小六 我們下一期再見 跟大家分享大家 我們一會兒 我們之前要幫助到你